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差不多呢,有一个月没有好好做视频了 因为呢,工作的原因呢,就没有花太多心思在做视频上面 今天呢,最主要给大家说一下刷刷 刷刷呢,是我们美容师最基础的知识 就是说我们学美容师的时候呢,也会学到刷刷 最近有很多美容博主啊,或者是很多视频里有在推荐这些东西 那我们今天也说一下吧 所谓的刷刷呢,叫做Chemical Aceper 它的另一个学名呢,叫做化学化肤 所谓的化学化肤呢,就是通过刷刷的方法 去到皮肤的角质层,以达到新的角质层生成 以促进美白,去痘,收缩毛孔,黑色素等等效果 那,什么人适合刷刷,什么人适合刷刷呢 首先,混合性皮肤,有性皮肤,搓穿型皮肤 甚至是对于毛孔出大的,色素成轴的人呢,适合刷刷 那不适合刷刷的人呢,就是敏感型皮肤 皮肤有受伤炎症的,或是老龄化皮肤 干性皮肤,都不适合刷刷 因为所谓的刷刷,它最后的,就是任何类型皮肤都会变成干性 那我下面呢,会慢慢跟大家说 好,我不管你刷什么刷,因为刷有很多种 有水盐刷,有果刷,有维烟刷等等 那不管你刷什么刷,刷完刷之后呢,的注意事项呢 有以下几点,你要注意 第一,刷完刷之后,第二天不能化妆 就近期,三天内都不要化妆 第二,刷完刷之后要防晒 第三,刷完刷之后要保湿 第四,刷完刷之后不能使用功能性护肤品 所谓功能性护肤品就是那些,那里面比如说还有维生素C啊 就是免白的呀,驱斑的呀 这些呢,就所谓功能性就不要使用了 尽量使用物理性护肤品 好,那说完这个,还有最后一点呢 就是不能两种酸一起使用 比如说你使用了血缘酸之后,就不能使用果酸 这几点呢,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我们学过,我们美容师学刷刷呢 有学过高浓度的低浓度的 当然,在美容院使用的刷呢,浓度呢都比较高 因为这些呢,是在专业的人,专业人士操作下使用的 好,那我们说一下家用刷刷跟医美刷刷 医美刷刷呢,就见效快安全 在专业人士下操作 刷一次刷呢,大概加上小费是250刀左右 然后呢,家用刷刷呢,就是安全 但是费用低大概是10刀到25刀 然后,但是呢,它的效果呢,就见效比较慢 时间比较长,因为你不是刷一次就能见效的 或者要刷到3到4次之后,你才能看到效果 家用刷刷的浓度很低 一般都是0.2%到2%或者是5%左右 好了,那说完上面几点呢 那我们说一下,我选择什么刷 因为我的皮肤呢,是混干的 所以呢,T区这里呢,就是很油 然后这里呢,又是比较干性的 所以呢,我就一般呢,采用血液酸去除一些黑头啊 我刷刷的是2%的浓度 因为我皮肤还是比较难受的 然后如果你的皮肤呢,没有试过刷刷 你可以选择绿色款,0.5%浓度的 首先,刷刷之前呢 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过敏试验 不要一上来了就用在脸上 因为这个呢,这个耗火很严重 毕竟是刷嘛,造成皮肤受损的 那,怎么做过敏试验呢 就是你取一块 里面取一块 棉片 它是采用 液体浸泡的棉片 我已经剩下一半 液体浸泡的棉片 然后呢,你就可以贴在你的 放在耳朵后 我们美容师学过就是 过敏试验呢,就是放在耳朵后面 贴在这里 去贴个5分钟 去感受一下 你有没有红肿热痛 如果你红肿热痛 那,不好意思,你不适合刷刷 所以你尽量就不要去尝试了 刷刷之前一定要先建立难受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呢,采用擦拭的方法去刷刷 第二个星期呢,你可以采用湿敷 呃,因为我是以这款作为释放 我事先有一个口诀 就是11,1,1,2,1 就是,就擦一天停一天 擦一天停一天 擦两天停一天 这个口诀呢,去做擦拭 它呢,有分为粗糙面跟那个光滑面 粗糙面呢,就是用来擦拭的 一个区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区 擦两下就行了,不要过多 比如说,一下 两下 就可以了,然后再晃下来 一下,两下,就是擦拭 呃,按刚才那个口诀操作 然后一个星期过后呢,你皮肤应该大概是 比较适应这个酸的溶度了 你可以采用湿敷 湿敷一般是两到三分钟也不要贪功 就是,敷太久 对皮肤,不然第二天你的皮肤肯定很脱皮 脱的很厉害 就采用光滑面的去湿敷 湿敷呢,就直接贴着 贴着你,贴着你又 要 达到效果的地方 好,这个是我使用的产品 刷完刷之后怎么样,要不要洗脸 根据个人的需求 有些人是 特别刺激 发红了 那可能浓度太高或时间太长,你要马上去洗 洗完之后,用一些 镇静性的,比如说 额绿胶啊,或者是一些 特别保湿的物理性啊 不要使用功能性 功能性 不要使用 一定要使用物理性保湿 或者是 纯草本精华的 去 去 去擦拭你的脸 然后呢,我是选择这两款 就是我刷完刷之后 如果我皮肤特别不舒服 我会选择这款 叫Aquafone 适合这种皮肤 它也可以用于脸上 它非常非常的油 你用完之后 用完之后它脸上不是 五分钟之后不是一层 一层油腻腻的嘛 我会用那个化妆棉把它擦掉 留一层底就行了 那这款我也觉得比较好用 它适合,它上面说了 它说适合于干性 开裂的 或者是皮肤发炎的皮肤 比较适合 如果我皮肤不是特别 不舒服 或者是特别红的话呢 我只用这款保湿的就可以了 这款呢,在Taget 沃尔玛 都能买到也非常没 但我忘记了 七刀还是八刀 反正用了都差不多了 因为时间比较久 我也忘了 这款用了挺久的 比较 它是适合干性皮肤 就是非常保湿的 这些能够属于物理性的 没有其他附加功能的东西呢 适合于刷刷之后使用 好,你刷完刷之后第二天起床 也不要使用一些特别强的洗面奶 你就使用一些 那个斯塔夫的洗面奶 确实比较好 因为它那个很安全 然后也适合刷刷之后用 不要刷完刷 记得不要使用磨砂洗面奶 因为你皮肤已经 角质层已经很受伤了 这皮肤其实已经是属于一个 很瘦死的状态了 你就千万不要用磨砂洗面奶去 重新杀害你的皮肤了 这些呢,都是刷刷的一些注意的东西 那刷完刷之后呢 最主要是第二天清洁的 使用那个物理性洗面奶 斯塔夫洗面奶就OK了 然后呢,就保湿 保湿呢,你可以用我刚才推荐的那种 那两种 或者可以采用很多人在推荐的 呃,理肤全B5 呃,保湿也OK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也可以防晒呢 你也使用一些物理性防晒 毕丽肤自身糖的蓝胖子啊 那个方科啊,或者雅燕啊 或者是也可以使用同一个牌子 理肤全防晒也OK 然后呢,防晒保湿 做好防晒保湿,不要化妆 然后不要两种刷一起使用 这些呢,避免它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皮肤了 怎么适合人群禁忌 怎么去刷刷 然后 刷刷选择什么皮肤 你要想向我选择什么样的刷 就是我劝大家呢,就不要盲目跟风 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去 护理你的皮肤 不要人家说这个好,你就做这个 这个好,你就做这个 但记得刷刷一定要做过敏试验 不要 轻易的在脸上自己尝试 呃,还有什么 大概说的东西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然后呢,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也可以留言 好,那就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呢 请记得订阅点赞 拜拜